民众目睹这惊险瞬间 一辆连接车车头严重扭曲变形 脱掉车吊挂车身 车头悬挂在半空中 路面上更是遗留了不少车壳碎片残骸 及护栏碎石 原来这里是发生一起两辆连接车碰撞 一名驾驶坠桥的惊悚事故 遭撞的连接车驾驶回想当下 为了检查车况 险些连命都没了 事故就发生在桃园新屋 台61线快速道路 13日凌晨3点多 当时34岁的陈姓连接车驾驶 行驶在高架路段时 正巧路边56岁李姓男子 也驾驶连接车从路间起步 两车当场发生擦撞 陈南的连接车失控冲破护栏 人喷飞车外 重摔到10公尺下方的平面道路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经抢救有恢复生命迹象 但掉落的物品也导致 当时骑车经过的两名骑士不胜摔车 索性只有轻伤没有大碍 离奇的是一周前 同样路段也发生类似意外 驾驶同样也坠落桥下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丧命 同个路段连两星体发生坠桥意外 是不是车速过快 或是道路设计问题 都还有待警方后续调查厘情 记者刘志站李廷熙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